你哭什么 小姐 我实在见不得你受这种委屈 被逼嫁给自己不爱的人 阮眠眠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动情感性了 我本就是性情中人 之前你没见过我哭 是我没有到真正伤心的时候 好了 都怪我 那是我要是能多打几个人 我就不会被抓 小姐也不会被逼人嫁给 妖怪就应该过来那个角落 要是坏人 当然要干坏事了 可是我没有保护好小姐 就是我的不对 小婷 行了行了 别哭了啊 我知道你心疼我 可是你看 不是都是我客风吗 那三番五次都没结成婚 这次兴许也一样呢 怎么可能会一样 这回家里都要开始了 小姐 你就不用再安慰我了 好了好了别哭了 你看你哭的 哭得那么难看 人家出家都是爹娘苦 从来没有见过丫鬟哭成这样的 小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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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集市已到 一切都安排好了 近日是我大喜之日 容不得一点差错 好 恭喜恭喜 祝二位百年好行 你 你怎么来了 郡主已实敬大人大喜的日子 在下 岂有不来的道理 你 姐 恭喜啊 你 真没想到 换作常人唯恐必之不及 可博异于常人 非要眼睁睁看着心爱之人 嫁给别人 真没想到 大业敌才女时非先 竟然成了这副模样 真是相由心生啊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侮辱本宫 我怎么敢侮辱您啊 贵妃娘娘 草民只是说那句相由心生 若是您平日多做点善事 少做亏心事的话 那不就是夸您吗 集市已到 宾客入座 新郎新娘 拜堂 此一 胜算如何呀 陛下英明神武 陛将一击克敌 好 正将士听明 剑鼠王杀无赦 得蒋章人头者 奉一品镇国大将军 是 驾 驾 得蒋章人头者奉一品镇国大将军 得蒋章人头者奉一品镇国大将军 一败天地 二败高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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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败高堂 第二败高堂 invited 12月 诸位 拜堂之时 谢崇敬与是非先 定会把我当作交点 截时 其他人找到背擒将士 并从世袭安排好的安卫手中拿到兵器 以交杯酒为好 擒助谢崇敬 班霍能干什么 谁敢过来我就杀了他 霍霍 你这是干什么 你们二人可是败过堂 你这是谋害亲父啊 你们这群无赖 用这种下流的方式来逼亲 我斑化岂能轻易就范 石大人 对不住了 若想我放过你 只需要谢大人一句话 今日在场 不会有任何一个人伤亡 想走 没那么容易 谢崇敬 我大哥的性命重要 放他们走 难道谢大人想眼睁睁看着石进死吗 本宫叫你放他们走 来人 速将贵妃娘娘和相国大人送回京城 是 谢崇敬 你想造反吗 微臣这么做是为了皇上的千秋大叶着想 若有得罪还望娘娘见谅 带走 是 看来谢大人 这是要和我们硬碰硬了 陈安伯 你以为救走了班话 你就赢了吗 想必谢大人还留有后手吧 用奖章换班话 伯爷这笔交易亏了 谢大人 若莫比你想象的更了解你 如此算计 你以为容某会毫无防备吗